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看到有文章在说 读书和不读书的人到底差在哪里 最近读者军采访了许志远老师 或许从他的故事里 我们可以更好地找到这个答案 读书的人始终很有趣 有人问 读了很多书但都忘掉了 那读书的意义在哪里 采访许志远老师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问了这个 实在是因为好奇 一方面是因为一走进他的办公室 放眼看到的都是书 瘦长的空间里 短的两边一面是窗户 一面是门和沙发 而长的两边 都是快要顶到房顶的书架 书架上摆满了书 甚至少有空隙 而且书基本上半就不新 一看就知道翻了很多遍 另一方面是最近在读他的新书 游荡集 特别惊奇 他为什么可以记住那么多东西 各种典故 各种历史 好像都熟人于心 绝不是百度可以做到的 徐老师说 自己也会忘 但是读过的书并不会全然忘掉 有时候 他会莫名浮现出来 比方说 他游自夜晚在横滨的海边散步 突然听到一个歌手在唱夏日终结 远处有轮船的光亮 风吹过来 那个时候觉得很湿意 很舒适 在背后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很大的中华街 那时候 我忽然想起当年孙中山 梁启超 就是在这里闲逛 那一刻的时空是交错的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刻 这 大概就是读书的意义 它就像你小时候吃过的每一顿饭 如今 已经记不清到底吃了些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们中的一部分 已经长成了我们的骨肉和血 读书也是 明明已经不记得了 却在某个时刻一股脑地涌现出来 于是 见到大漠的时候 会想起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 在香港旅游的时候 会想起张爱玲笔下的 《倾城之恋》 站在拉萨巴阔街的时候 会想起苍阳家措 当年是不是就在这儿 发出那句感叹 住进布达拉宫 我是血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 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所以 和爱读书的人一起聊天 旅游 绝对不会无聊 当旁人感叹 这风景多美多美的时候 富有诗书的人 会跟你聊 这儿的前世今生 跟你聊 谁谁在这儿发生过什么 这就是有趣的灵魂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每一天 都是新鲜的 读书的人 没那么焦虑 曾经看到过一个段子 一个正在刷手机的人 被人问道 你多久没有阅读了 这个人朝着摄像机 亮了亮手中的手机 反问道 这难道不是阅读吗 如果你能静下心来 去读一本书 你会发现 相比碎片化的阅读 认真去读一本书 更能抚慰我们浮躁的内心 采访中 许志远老师也说道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专注使人幸福 包括跑步 也能使人专注 当你读书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很安静 很镇定的 现在的年轻人 大家普遍心里 都慌慌张张的 是因为没有专注的时间 一直不断地被打破 所以你是不稳固的 你特别需要关注 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 当一个人内在 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 他就不那么在乎 外界的变化了 为什么会焦虑 为什么会迷茫 是因为我们花了太多时间 去关注别人的世界 而忘了理清 自己的道路 一直以来 无论是做十三腰 开书店 还是写作 许志远老师 似乎总是游走在 大众审美的边缘 当这个时代中 绝大多数人 忙着取悦用户的时候 他冷静地 做起了严肃的十三腰 不停地发问 不怕冷场的质疑 他想通过这些 公众人物的影响和力量 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 还能有一份清醒 能深度思考 当人人忙着赚钱的时候 他还留存一份天真 开得单向空间 只摆自己真心喜欢的书 当读者开始功利化阅读的时候 他却开始写 青年变革者 梁启超 1873-1898 还说 余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写完有关梁启超的三卷书 他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人 却没有丝毫的慌张 我问他 会不会担心自己的作品 不被大众喜欢 他毫不在意地说 我写作的时候 不想读者 因为内心坚定 所以才能淡然处之 因为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 所以不会焦虑 而读书 就是一个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人的过程 当你见得足够多了 也就能找到自己的路了 读书的人 心态年轻 当问到未来的打算时 许志远老师说 自己还有很多很多 想去尝试的事情 拍电影 开一个酒吧 去一切还没有去的地方 同事反问他 难道不会担心年龄吗 他却说 我觉得只有创造力弱的 情感匮乏的时代 才喜欢用年龄来衡量人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非常单调 要用你的创造力 用你的审美 用你的精神追求 来确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用年龄 来确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或许在年龄上 他已不再年轻 但是内心的追求 让他始终拥有 少年般的热血 这才是真正的年轻 林清玄说过 三流的化妆 是脸上的化妆 二流的化妆 是精神的化妆 一流的化妆 是生命的化妆 读书 就是生命的化妆 随着时间流逝 容颜会枯萎 但是融在血液里的芝士 刻在骨子里的精神世界 永远不会老去 它像一棵茁壮的大树 只要你还在汲取新鲜的事物 它就会一直成长 十三妖中 印象最深的 是采访二次元爱好者的那期 以许之远的年龄 二次元的世界 离他可以说是很遥远了 但是读书人的敏锐 心态 可以让他去理解 去接受 这些不一样的少年 我们常说 一个人老了 其实是在说 这个人的思维老了 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 出不来了 但是读书人的世界 永远是敞开的 他们接受新事物 也挑剔新事物 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追求 永远站在起跑线上 从零开始 准备新的征程 就像白岩松说的 阅读能够使你的知识 和感悟系统化 呈现一个生长的态势 让生命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之前有个很火的TED演讲 不读书的人到底输了什么 演讲的姑娘 在发现自己书架上的书 基本是英国和北美作者写的后 便做了一个惊人的计划 她罗列了世界上196个国家 然后尝试去阅读 这196个国家作者写的书 因为语言不通 她在博客上求助 吸引了一大批人来帮助她 一年的时间 她结交了世界不同地方的朋友 也接触了不同国家的文化 演讲中 她感慨地说 一年的阅读 暴露了我看待世界的盲区 读书让我明白了 自己的孤陋寡闻 让我对自己不足之处 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 更打开了我的视野 在来自于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中 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 读书和不读书 一天两天是看不出来差别的 但是一年两年 人和人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从今天就开始阅读 坚持每天阅读一小时 一年后 肯定能收获一个 不一样的自己 那五年 十年 就可能过上 与现在迥然不同的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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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